某種農會所來設計的幼兒的公仔的 導演跳上到農會村口的外圈 不管是在單公車 泡咖啡 還是在這個棟外在看到風景 人士相當的可愛 裡面很多元素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本身在推這個Ur的公仔 那還有我們這個Ur的這個品牌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藉由這個牆把這個Ur的一個公仔 跟Ur的品牌推出來 然後把我們所有的產品都融入在裡面 然後也讓大家就是看得到麻豆 所以這樣的話其實為麻豆創造一個亮點 我覺得等於說也是發揚我們麻豆 讓大家認識我們麻豆 可以認識我們麻豆的文旦的產業 這邊柴尾像我為在麻豆的行股路農會的這個層口 過去這也有柴尾 但是年久的落差的動會特別來打條來定位 然後用了兩個多個的時間 這個地方啊 我們一開始也是一個柴尾牆 因為那個柴尾牆已經做了十幾年 然後這十幾年之後是不是有稍微調期 所以我想說這地方是交通要到 我們覺得沒改他做一個宣傳有點可惜 所以我們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優化農村景觀的一個計畫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想說來這裡把它改成這樣 大概做了將近兩個月 是一個83歲的一個小女生來畫的 而設計師是我們的設計師 然後配我們設計師做一個這樣的一個作畫出來 然後做起來之後發現就很受到大家的喜歡 以農會的總幹事順主任標示說 這是農一會優化農業經關提醒農業 行善競爭的經費來補助 剛才是農會的這個股村口大改作之外 還有簡單的加工唱SB 跟主動選擇機 還有包裝機的頂頂來設計 以農會標示說 這會大改作 因為說土館上當的股水 選團效果是真好 有了這麼多畢形的新的打卡熱點 南天新聞帶你什麼打菜方法